哈喽大家好,我是安征明,欢迎回到艺术课堂 今天还是给大家分享一点跟非主流艺术史这本书内容相关的一些艺术小知识 那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艺术小知识呢? 就是古典主义绘画 什么是古典主义绘画呢? 要弄明白什么是古典主义绘画,我们得先明白什么是古典 那古典在西方文化里边它指的其实是一个历史时期 侠义上的这个古典时期指的是这个古希腊公元前五世纪到公元前四世纪的这段时间 是这个古希腊历史上的古典时期 那广义上的这个古典时期又是哪?又是什么时期呢? 广义上的古典时期其实就是指的这个古希腊和古罗马这两个时期 那我们在这个艺术史上说的这个古典时代呢 其实就是指的这个广义上的古典时代 也就是古希腊和古罗马 我知道这个古希腊古罗马人 他们创造出了很多令人惊叹的艺术 他们有一套属于他们自己的这种审美的范式 那按照这个古典时代这种审美范式创作的这种艺术作品呢 或者说就是复兴古希腊古罗马精神的这种作品呢 我们就称它为古典主义作品 古典主义绘画在这个艺术史上主要流行于四个时期 第一肯定是这个文艺复兴时期了 文艺复兴时期复兴的就是古希腊古罗马文化 所以文艺复兴绘画就是最典型的这个古典主义绘画 这个不需要多说了 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文艺复兴后期的这个角式主义 角式主义啊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 它也是属于这个古典主义绘画的一个分支 第三呢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 流行于18、19世纪意大利和法国的这个新古典主义了 那第四呢就是这个流行于19世纪法国的这个学院派古典主义 基本上就是这四个主要的历史时间段 是这个古典主义绘画 这四个时期呢虽然都叫古典主义绘画 但是它们之间的这个差别其实还是蛮大的 你比如说这个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绘画 跟这个18、19世纪的新古典主义绘画 它们之间在题材上就有着很大的差别 文艺复兴时期的这个时代精神是什么 是反教权 反神权 这个弘扬人文主义精神 是吧 所以当时的绘画题材呢 基本上都是宗教题材 通过把这些圣人啊 还有圣经人物啊 画得有血有肉 进行这种有血有肉的描绘 然后来彰显这种人文主义精神 是吧 这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绘画 那新古典主义时期这个时代精神是什么 以法国为代表 是这个爱国反封建 是吧 所以当时的这个绘画题材呢 主要也是一些爱国反封建的题材 通常呢 都是一些古希腊古罗马的历史题材 借助这种历史题材呢 借古讽金 借古玉金 达到一个教化世人的这种作用 所以呢 就是我们看到哈 他们虽然都是古典主义绘画 但是呢 有各自有各自的特点 再说学院派古典主义哈 学院派古典主义虽然也是古典主义 但是它跟新古典主义又有所区别了 新古典主义那时候法国在闹个命呢 是吧 那题材肯定都是这种爱国反封建为内核了 但是到了这个学院派古典这时候呢 就是革命也闹完了 天下也太平了 是吧 世人们都开始这个诗和远方和美女了 所以题材上呢 就不再是那种沉重的严肃的历史题材了 基本上都是一些就是生活场景啊 就是怀骨的这种场景啊 诗和远方和美女这种题材的了 是吧 这是这几个古典主义之间的区别啊 好 那今天的内容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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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